如果老板为了省钱 而开一套这样的复合模具的话 那么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成功 你会怎么办呢 虽然模具能够平稳地量产 但是消毒太低 而且呢 拿掉放料的定位太麻烦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 第一步冲压 有第二步冲压冲完以后 虽然说有挡快解构 但是呢 产品因为没有线位块 导致我们的废料 跟产品卡在一起了 这是很多复合模的一个通病 那么大家觉得 加个挡块 能够完美地解决 你会加吗 为什么呢 欢迎大家的频道 今天观众一下老师 学习更多模具设计 想问之后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